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最新调查显示 疫情令本国公司更能接受远程工作 同时警告若疫情第二波来临 商界的负债将更多 营运前景更脆弱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 在第一波疫情期间 由于收入急剧下降 债务不断增加之后 许多加拿大公司开始专注于改善资产负债表 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调查显示 企业主的首要任务是稳定财务状况 包括降低运营成本和改善现金流 对企业家来说 对技术进行投资也是一个优先选项 并将重点放在远程工作 网上销售和恢复增长等关键领域 BDC的研究发现 中小企业受到这场危机的沉重打击 有76%的企业报告 在大流行期间收入和利润下降 近一半的公司最终需要裁员 大约39%的企业承担了更多债务 以求生存 BDC研究还表明 仍有87%的企业家 有信心在这场危机中度过难关 BDC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克罗斯表示 目前最大的担忧 是许多企业的高负债水平 如果第二波疫情来袭 可能面临再度商业封锁 好消息是 企业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坏消息是 他们的债务将比六个月前更多 因此他们已经更加脆弱 超过一半的受访企业家表示 远程工作有助于 他们的业务创新和提高员工生产力 只有五分之一的企业家 说远程办公会损害创新或生产力 克罗斯说 此前企业并没有看好远程工作 因为他们认为不会带来好处 但大流行确实改变了这种看法 BDC的研究还发现 大流行改变了加拿大人的消费习惯 研究表明 超过83%的加拿大消费者 愿意为本地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而56%的加拿大人 在大流行期间进行了更多的网上购物 BDC表示 这项研究基于两项调查 包括今年5月和6月 分别对1000名加拿大中小企业领导人 和2000名消费者进行的调查 BDC的研究基于一项公司